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出发 今天要前往的是阿肯色州最大的城市 小石城啊,也爆发过著名的小石城事件 而且这个城市啊,还有一些著名的历史 也是阿肯色州的首府 带大家去看看啊,反正是阿肯色州最大的城市 咱们现在就出发啊 天呐天呐天呐,累死了,不然开车 今天不用开那么久 今天去的这阿肯色州啊 据说那个地方治安也并不是太好 可以去看一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我在网上查攻略,攻略也很少有 咱们中国人的攻略几乎没有,几乎都不往哪儿去 然后美国人呢,我看也不是太爱往那地方去 估计也就我这种人吧,可能会往那地方跑吧 然后先去这个地方看看再说吧 看是什么情况啊 现在咱们到了这个阿拉巴马州最大的城市 国民汉,说实在这城市看着,卧天,好一般 如果以高楼为标准的话,这真没几层高楼 这就是市中心就是那边那样,就是左手边那样,就那两层高楼 然后两边几棵死树 然后啥也没有,破破烂烂的,到处都是那种 楼房,就是五六层的那种楼房 挺烂的,给人的感觉就挺烂的 一个没落的工业化的城市 但是市中心那种大楼那种超过二层以上的四栋 数了一下,好惨啊 啊,这墨西哥现在已经无限的接近了 这地方 现在离中部越近啊,这个路的起伏 已经开始越来越大了,车也开始越来越少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密西米北边 然后再往阿肯斯州进发的路上 啊,加个油,加个油,加个油 啊,到了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这地方呢,油费最便宜的是三块九这个 一箱12.9家轮,一箱13家轮,51块8,好贵呀那这油费 之前川兴美国一箱油,三十多块钱 去买点东西吃,啊,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顺便整点这个各种的小床啥的 哈哈,这个便利店中西部中南部到处都是 这有各种的热服,各种的饮料,咖啡 先来这点吃 再来一杯咖啡 我看这有什么 啊,好吧 咖啡中杯应该就够了,黑咖啡 他这儿是一个咖啡豆 然后我在这儿,我还是比较喜欢喝咖啡豆直接冲的咖啡 据说咖啡粉里面含百分之十的蟑螂,咱还不是真的假的 哦,乌辣辣 自制冰咖啡,差不多了 放我那蛋里盖上课,咖啡又好了 他这儿的东西还,他这儿的东西还挺丰盛 我是拿一个热狗,哎,我已经做热狗了 热狗看得不错哦 吃一个这个吧,这应该是牛肉 放点 这个 小洋葱 弄两片 弄两片小青椒 所以我特别喜欢吃中部的这些便利店 反正东部那些便利店要好吃的多 好了 然后酱呢放这种 酱呢放这种原味 撒了,不好意思 嗯,看着很香 OK了,好乖 不过我喜欢 东西买够了过来解个账,顺便再买两包烟 出发了出发了 出发出发,买了热狗咖啡,还有能量饮料 哎呀,闪人闪人,油也加足了啊 我这11点多了才吃早饭 不管啊,继续朝着 阿肯色州的小石城进发 哎呀,可是得吃点点走啊,兄弟们 饿饭了,你看没 我敢给自己调的这个大热狗 哦 看 嗯,嗯,饿死我 我以防我胃吃不饱啊,我就吃两口就差不多了 嗯 已经饱了 嗯 我留着下半分 哈哈哈哈 我来看,这真浓郁 行了,接着出发啊 哦,哇塞 美国最穷的一个州,密西西比的农村 我现在又再次路过密西比了,这次是密西比北部的山林 哇塞,这森林里头住的都是一些大神啊 上古大能 他们靠啥生活啊,我都特别奇怪 这种深山里的房子 哇,这地方就叫一个小镇 太牛了啊 这房子 你瞅这房子 哇塞 那这房子破的 还有铁路,这森林里居然有个铁路 哦,可能他们的运输就来自于这条铁路 这还停了一辆铁轨 不许铁轨同行 不过能把这个修进森林里也是够牛的 就是它森林里有一小镇 然后把这种柏油路修进森林里 也是够牛的 这是美国最穷的一州密西比的一个森林里的小城 哇,这个城市简直已经可以了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小城 你知道吧,就是一股子 你能看出当年它没没落的时候 你看这街道 这现在两边的店铺都是空的 有一些车,但你说这东西它卖给谁啊 它是店铺里的东西 你说它是店铺里的东西 它卖给谁啊 周围都是森林 美国的各种恐怖片一般就爆发在这样的小地方 就是什么整个小镇的人都是变态 追杀你 小镇上全是什么僵尸洗蟋柜 或者是全是变态 一个犯罪村什么歌肾 都发生在这样的地方 这地方你朝 对,这地方你要朝外界去求救 可是你这半会儿警察都来不了 这镇上不是有没有警察去 没看到有警察去 查了一下 这可能有唯一千来人那小镇 这边呢就是过人家 可能人家觉得咱过得差 但咱觉得人家就不知道有啥意思 两边都是原始森林 每次路过这样的镇啊 其实我都挺奇怪 你说 你怎么 呃,离周围的文明世界那么远 是吧 离周围的大城市 上百公里 你说在这种山林里头 一个小镇 你说这镇上的人 这一辈子不出去 你知道美国大量的小镇上的人 就一辈子不出去 你说可是活在这地方 你说一年两年 你来隐居避世还可以 你说生活一辈子 它为了啥呢 真是每次我看到这种小镇啊 穿行在这种森林路上 我都觉得挺奇怪 哎哟 这个 深入到山里面啊 突然有一个地方 有这么辽阔的一片菜地 然后两边都是森林 我得看一看这边啊 这个时候呢 我就起飞要看一下 整个密西比州的北边的地形 说实在的啊 虽然说它这个两边也都是湿地 但是讲句实话 啊 这些地皮还是非常适合耕作的 那至少看起来呢 还是 不缺水分的 虽然说 密西比我来了好几次啊 每一次路过这些地方呢 主要都是以森林为主 但是你不得不说 这个 密西比看起来 真的是 它土地真的是非常好 如果你要用来种地的话 产生的收益 其实 还是挺高的 只是说 你说这个湿地 怎么要把它开垦成一片可耕种的农田哈 是吧 这个可能比较难 但这个就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了 但不管怎么说 密西比这个地方啊 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不看它那几个最大的城市 你只是看它的乡村的话 我个人觉得密西比的乡村啊 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它的房子啊 它的公路啊 在整个美国 其实它的公路质量都还算是挺高的 尤其是我说的不是城市里啊 就是农村的这一段 尤其是密西比跟旁边的阿肯色州一比啊 这道路简直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啊 难怪说密西比的这个公路质量啊 虽然说它人均收入派最后一名啊 但公路质量啊 在全美也是名列前茅的 现在啊 咱们路过这个阿肯萨斯州和密西比州的边界啊 正式告别密西比州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美国人的母亲河 密西西比河啊 让大家看看这密西比河有多大 多宽啊 其实不如我们的黄河长江啊 但是长度实际上是不亏的 大家可以看看啊 这有多宽 换个角度看一下 其实这密西比河的航运量还是挺大的 这河也挺宽的